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刘说说 11月15号 东盟是国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 要签署自贸协定 RCEP 也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合作协定 RCEP将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和经济一体化组织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中国加入RCEP会产生哪些影响 正面的机遇和负面的挑战 咱们都来分析一下 RCEP是由东盟10国牵头组织的 它是一个开放的国际组织 任何国家都可以加入 但是你要加入 要和东盟10国进行谈判 中国在2012年开始谈判 后来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包括印度也都进行了加入谈判 中间8年时间可谓是一波三折 今天终于要开发结果了 这是一个好事情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 中国加入RCEP会给自己带来哪些挑战 我们先说负面的因素 在RCEP这个框架里面 得益最多的毫无疑问是东盟10国 因为是人家牵头组织的 协议的起草 基本上都是对东盟10国有利的 别的国家想要加入 首先要和东盟10国进行谈判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以说是得益第二多的 因为他们首先是发达国家 有资金有技术 东盟10国也是欢迎的 另外在低端产业上和东盟10国的竞争不是太激烈 基本上合作的成分要多一点 所以他们也是得利的 中国在RCEP的框架里边地位就显得有点尴尬 因为我们国家产业链非常长 各种各样的高中低端的产品都有 所以不可避免的竞争的成分要多一点 首先劳动密集型产业 就是低端产业 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 东盟国家的某些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优势已经很明显了 咱们已经在这方面可以说是落后了 因为我们的人力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 另外在高端行业 同样都是加入了RCEP这个框架 日本和韩国的高端行业有一些还是有优势 咱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到商场里边看家电 几千块钱的家用电器都是中国的 但是上万亿台的电视机还是日本的 这就是高端市场 日韩还是有优势的 农产品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这一点就不说了 他们有着天然的优势 另外服务业方面 特别是跨国的一些服务业 国际金融 还有一些国际司法领域 新加坡也比中国强 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 基础设施领域 还有一些工业支撑品 这些优势都是很明显的 总体来说 有合作 中国有竞争 但是在竞争方面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最多的 以前还有一个印度 说起印度来就有意思 日本加入RCEP的时候 是一定要拉着印度进来 一方面是要抗衡中国 另一方面 谁都知道印度是一块肥肉 刚才我说的 中国所面临的这些挑战 印度同样有 而且印度的情况比中国更糟 所以印度关起门来一算账 合作我加入RCEP就是一块肥肉 谁都能咬我一口 我却没有还手之力 于是印度去年就主动宣布退出 不加入了 不过这一次还是给印度留了一个后门 说印度你随时都可以回来 言外之意就是我们随时都可以载你一刀 这就说远了 接下来我们就说中国加入RCEP会带来哪些机遇 这一块实物已是深远的 而且非常的有价值 首先我们说第一个机遇 那就是在RCEP这个框架里面 中国和日本 日本和韩国等于是间接的实现了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 这很不容易 其实在东亚的经济体里面 要说最天然互补的 合作起来效率最高的就是中国日本和韩国 中日之间的经济形态天然互补 其实中日韩三国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实现经济一体化的 虽然三国之间有历史包袱 有领土问题 但是这都是可以放下的 但是这么好的事情在实施的过程当中难度很高 中日韩经济一体化谈判 它的持续时间要比RCEP要长得多了 每到进行到关键的时候 总是会有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 钓鱼岛 日韩之间的岛屿争端 日本的财政大臣松下中央自杀 说起松下中央自杀 很有意思老爷子都74岁了 自杀的原因是什么 轰外恋 一个74岁的老人家轰外恋 找的借口都让人哭笑不得 包括这一次RCEP要签字了 美国又提起钓鱼岛 这都是有目的的 现在中日韩三国都加入了RCEP 在这个框架之内降低贸易壁垒 其实有助于三国之间的经济的进一步融合 对下一步中日韩开展自贸协定是有帮助作用的 在这里我们要指出一点 虽然签署了RCEP 但是不代表中日韩的经济一体化会停止 三个国家目标还是最终要实现经济一体化 因为RCEP这个框架 刚才我们说了 它是东盟主导起草的 它对于中国来说不是一个最优的解决方案 对于日本和韩国来说也同样 中日韩只有自己坐下来签署一套三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方案 才是最好的 接下来我们说第二个机遇 这个具有更加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RCEP的框架里面 这15个国家以后可能会吸收更多的国家 经济联系会越来越紧密 慢慢的形成一个经济共同体 东亚的经济共同体是世界上最大的 而中国在其中会起到主导的作用 在未来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经济共同体 可以想象中国能获得的收益好处 那是无可限量的 听到这有些朋友可能觉得 刚开始你说的RCEP是东盟世国出面搞的 东盟世国得益最大 日韩傲新得益第二 中国面临的挑战多收益少 现在又说中国的收益最大 这不是矛盾吗 其实不矛盾 我们接下来详细的讲这个问题 不管是什么样的国际协定和国家之间的条约 其实根本的决定力量还是一个国家的实力 你像世界贸易组织WTO 中国是2001年加入的 众所周知WTO是美国主导的 但是随着这20年中国国力的增强 WTO都快改姓了 马上要姓钟了 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 咱们再举一个更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一下 在解放前 旧中国和列强签了数不胜数的不平等条约 但是有些不平等条约 你要拿过来看文字上 它确实是平等的 比如1946年国民政府和美国签订了一个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这个条约字面上非常的平等 美国人来中国免签 中国人去美国随便 美国的商品进中国 比如三个点的关税 中国的产品到美国也是三个点的关税 美国的资本来到中国不受管制 中国的资本到美国也不受管制 你看这平等吧 更平等的是美国的军舰到中国 任何一个港口都能停靠 中国的军舰也可以 美国的任何一个港口都让你停靠 你看着挺平等 但实际上是不平等的 为什么呢 美国要什么有什么 中国要啥啥没有 对吧 就好像咱们两家挺友好 一人一家一个车位 我的车可以挺你的车位 你的车也可以挺我的车位 友好互助吗 但事实上你家里两辆车 我家里一辆车都没有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不过现在风水轮流转了 河东变河西 现在改成我家两辆车 你家一辆车没有 如果现在把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拿过来 只要改两个字 把中华民国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同样的文本放到美国人面前 美国人都要疯掉了 死活不会签的 这份条约你别看一个字不改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 彻头彻尾的卖国条约 这就是随着国家实力的变更 条约 它所产生的作用会差十万八千里 中国在RCEP里面 是占统治地位的 经济体量占了一半 人口和市场压倒性的优势 所以未来资本人才技术各种市场资源会越来越向强国集中 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取得的收益是不可限量的 我们再把这个过程形象的解释一下 大家理解的会更深 RCEP本质上是一个互利共赢的一个协定 大家降低贸易壁垒 关税逐步降到零 非关税的壁垒慢慢要取消 经济自由流通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小国可能前进的快一点 因为有利于他们 小国走两步 中国走一步 但是我们要知道 小国的发展 它是有天花板的 满贡面积那么大 人口那么多 你吃完一个行业另外一个行业就吃不下 但是对于大国来讲 它是没有天花板的 小国能做的大国能做 小国不能做的大国也能做 这就是大国 它的发展没有上限 另外在一个对抗经济风险方面 大国的抵抗力肯定要比小国强 比如说同样力道的一拳打出来 打到一个五岁孩子的身上可能就打过去了 但是对于一个30岁的青壮年来说 他不仅能够承担下来 说不定还能反击 这是大国和小国本质的不同 咱们再举一个例子 上个世纪90年代 日本的经济泡沫破裂 说实在话 日本当年的金融泡沫破裂 这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能够承受的 就是放在现在的中国 体量已经足够大了吧 如果发生了像日本当年的经济泡沫 中国还真不一定能扛得住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一二线的城市房价突然崩60%是个什么概念 国民经济就崩掉了 但是日本扛下来 虽然说失去了二三十年吧 但是毕竟日本没有反贫吧 对吧 稳稳的世界经济第三 这就是大国抗风险能力是不一样的 对于小国来说 可能就亲家荡产 对于大国少吃一口而已 一个是发展没有上限 另外一个抗风险能力强 所以在自由市场经济 它一定是强者横强的 大国会越来越强 在这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盛宴里边 最终得利最多收获最大的一定是大国 一定是原来经济就比较强的强弱 这是第二个机遇 就是未来中国能够在东亚一体化当中 所得到的收益是不可限量的 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机遇 咱们接下来说几点比较小的 有一个就是关于台湾地区的 这次的RCEP是不带台湾地区玩的 台湾作为一个经济体被排除在外 但是台湾地区的金出口贸易 针对于RCEP成员国要占到80%以上 RCEP内部 它的成本在降低 竞争力在增强 但是台湾地区由于被排除在外 肯定竞争力会变弱 对于台湾的资本而言 它会怎么办 只有一个办法 逃走 从台湾本岛撤出 你是投资到中国大陆也好 投资到越南 菲律宾也好 都能享受到RCEP内部的优势 长久下来 台湾的经济会被慢慢的抽血 会一步一步的 不说走弱 最少发展会受到严重的阻碍 后续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大家都知道 我们就不分析了 最后咱们再来聊一聊澳大利亚的问题 因为这段时间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进口做了很多限制 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澳大利亚也是RCEP的成员国 我们签署了协定之后 要降关税 要消除贸易壁垒 那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进口限制 是不是要取消的 说实在话 中国现在针对澳大利亚的一些进口限制 属于非关税壁垒 是要取消的 但是这一点不要有太多的担心 其实中澳两国经济也是互补的 如果能够友好合作的话 真是一个天大的好事情 但是澳大利亚如果是 还是想蹦一蹦 那我们还是有办法的 咱们不要忘了 澳大利亚的大宗商品 铁矿石煤炭 水买中国的国企 我们和其他经济体一个最大的优势 就是国企占到了很大的体量 对于国企而言 其实政府只需要一个口头指示就行了 根本就不用下什么文件 也犯不着去麻烦海关 同在一个框架里面 万规定关税该降降 非关税壁垒我们都去掉 但是国企不买你的东西 你总不能硬逼别人买你的东西 天下哪有这个道理 对吧 澳大利亚的货还是买不出去 至于说民间的 买一些澳大利亚的牛肉 葡萄酒 这都无所谓 能买多少 更何况还有一个进口配额的限制 对吧 所以办法多的是 大家不要担心 今天关于中国加入RCEP 能够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我们暂时就分析这么多 其实背后的故事还是有很多的 咱们有时间再讲 感谢大家观看 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大家观看